以下节目是由常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欢迎回到节目中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湾区著名的升学顾问 SAT辅导名师江雨映教授 已经跟我们介绍了 暑期活动对于学生的大学申请 有很重要的加分作用 那么今天呢 他将继续跟我们聊一聊 暑期活动主要的分类 以及什么是高质量的暑期活动 江教授您好 您好Grace好 还有观众们好 很高兴您在此来到节目中 那我刚才也说了 之前呢您有跟我们讲 暑期活动其实对于学生的大学申请 是有很重要的加分作用 那今天我想先问一下 那暑期活动到底分成几大类呢 您觉得 暑期活动这个 就是应该来说 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发展历史 要说起来 过去的类别比较少一些 那逐渐的在近些年来 近十年来吧 就是说各种一样的暑期活动呢 就是可以说是雨后春笋一样的 层出不穷 那么呢也是有好的有不好的 所以良有不起 那么分类的说呢 一个是当然是有这个 课外活动爱好的这个类别 那比如说音乐啊 体育啊 钢琴啊 笛子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还有一大类呢 应该算是学术 就是说是学术类的 学术类是当然又有这个文科类 理科类 又有这个文学类等等 那么呢 还有就是呢 领 所谓的leadership category 那么就是来培养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领袖才能 领袖能力的 那么这一些 还有的呢 就是暑期项目也有这个研究性质的 应该也能算一类 那最后就是工作性质的 也能算一类 就是说让学生很早就出去接受工作锻炼 在职场上 就是说做一些 有点像internship internship也能算一类 所以听上去 其实暑期活动的选择种类很多 那您上次节目中也谈到 既要根据学生自己的这个passion 自己爱好 同时呢 也要对于大学生去有帮助 但是有这么多的暑期活动暑期班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选出一个 比较高质量的暑期活动去参加 对 高质量的暑期班 那确实就是您刚才说 要针对这个学生的情况 首先说学术方面吧 学术方面呢 我比较推荐这个哈佛大学 和市场佛大学的这个夏季的课程班 那为什么推荐这个 就是对于有的学生 他的下他的这个 比如说高中限制他上这个AP AP的课程不能上太多 那么他可以在暑期呢 到最好的大学去上这些班呢 可以可以等于说像这个 以后的这个录取官员证实 我呢 虽然学校的课程有限制 但是我能够在最好的大学上最好的班 那这样的班呢不限于这个哈佛和市场佛大学啊 那么还有很多大学都有 这一类呢是学术性的 那么还有类呢是 这个比如说是研究性的 研究性的呢 那每一个大学 包括市场佛大学 哈佛大学 还有MIT 每一个大学呢 他都会提供这个机会呢 让小孩呢 让这个青少年啊 有机会在这个校园里面 去跟着教授 或者跟着其他的这个PHD学生 去做这些研究 那我觉得值得推荐的是 这个市场佛大学的SIMA program 市场佛大学的很多 他的这个medical school 就他的医学院有各种各样的program 那么还有就是波士顿大学 他虽然这个大学不是排名在前五名啊什么的 但是他就说 创办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为这个大学申请啊 和为大学呢 这个为这个高中生呢 做这个研究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program 那么其他呢 还有就是 Internship这一类 也非常重要 那我们呢 好在我们在这个湾区呢 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公司 那么呢 最好是能够呢 早点跟这些公司联系呢 能够得到这个internship的机会 所以您觉得 如果能在暑期 比方说去某一个高科 假设说苹果公司 有一个internship的机会 这个效果是跟你参加一个好的暑期活动 是一样的是吗 是一样的 应该说根据你的专业 将来申请的学校 也许呢 你在这个高科技公司 做出了一些什么 做了一些什么重要的project 甚至于 就是可以提供很多材料 来证明你的 所做的事情和能力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在湾区 我们也常常看到 有很多学生会去国外 去做义工项目 那这种对于大学申请有帮助吗 我觉得也有帮助 这个义工项目呢 也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不能说是为了做义工而做义工 就做义工项目 你要诚心诚意的去做这个义工呢 那么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呢 体会到不同的文化 体会到你到底学了什么东西 还有一点很重要 这个就是说呢 所有的鼠籍班呢 应该因为特别是十一年级学生 他的最后一个申请大学生 最后一个暑假 这个暑期班呢 是提供学生 写大学申请作文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实验场 可以是这样说 所以呢 他到这个国外去做这个 国外这个所谓 这个叫做service trip 那么这种 service trip还是很有帮助的 稍微有一点要警告家长的就是 华人中间去这个中国做service trip 去的太多了 很难呢 做出一个新的特点 就是呢 service trip要把这个内容扩大到 比如说南美洲啊 非洲啊 还有全世界各地 不要呢 只是局限于 自己的那个ethnic group的service trip 那最后啊 想请您再谈一谈 因为我也听说 好的这些下令营的项目 也都是需要写申请作文的 听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复杂 就是说好的项目 最好的你比如说 RSI 这个是一个科学项目 是MIT的 他要求你写六篇作文 每一篇都要在各个角度去来 对你自己进行自我解剖 自我分析和自己的经验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文科的 我也举一个叫做telright 那这个项目啊 要求学生写五篇 也是写五篇作文 写五篇作文 并且每一篇都有不同的题目 它规定的题目 要写一个conflict 要写一个文学的评论 然后还要写一个当前的这个 current issue 要写一个当前的事情 那么呢 还要呢 你这个列举 当前世界上面临的这些挑战 你怎么样去 怎么样列五个挑战 出来进行批评 进行批评 自己的那个分析和讨论吧 对那我想 哇我听上去 我觉得这实在都不亚于 去写一个大学申请的入学作文 跟申请大学差不多 对 就是这也是为申请大学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对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练笔 那 希望家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你一定要重视这个 暑期班的申请和 和这个文章的具体的写作 好 那谢谢江教授的介绍 那观众朋友 如果呢 你对啊 这个申请暑期活动 还有什么疑问呢 或者是在写申请作文上面 有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跟江教授保持联络 那谢谢江教授 谢谢您 谢谢Grace 谢谢观众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马上回来 谢谢观看